9月11日,云南楚雄市开巴之德江戮,在沙案发生的民居大门紧闭,本版摄影《新京报》记者顿瑞超王关平的父亲王明芒,又依与王关平的两个伯父云南生检查院长,依此派专人赴楚雄州指导办案, 对被告人是否存在防卫情节等问题,进行调查,2018年2月10日凌晨,云南省楚雄市开发区一栋四层民房到二楼卫生间发生了一起命案,事后,警方查获这是一个传销组织拨点,案发之时的在场,则只剩犯罪嫌疑人赵世财,举其在法庭上供述,被害人王关平是他的监工,先动手掐住他的脖子, 他反击又绳带了一栋王关平的颈部,直至王关平死亡,事件报告着,王关平的死因是,乐景致机系性窒息死亡,案发前十九个月,33岁的王关平从湖北黄刚的山区,来到楚雄这个传销组织,案发前20天,云南宝山的28岁小伙张世财,也被骗入此地, 在传销组织里,王关平是监控,张世财是重点监控对象,现在,前者身份是被害人,后者身份是犯罪嫌疑人,民居男的凶杀云南省楚雄一族自治州,地处云南中部,2018年1月21日, 斜跨着深咖啡色皮包,拖着一个灰白格子上见行李箱的张世财,被一同乡女子匡骗来到了楚雄市开发区,德江路上被移动四层的民房,随后,二十天中,张世财被威胁,殴打,并被逼着向亲友要钱,购买该传销组织的产品,但他均拒绝,于是传销组织,将其是为重点管控对象,监控人就是王关平, 据张世财母亲转述,他多次想逃脱,鸡肩被殴打,过五六次,还被一个头目用盐灰缸,多次击打头部和胃骨,屋子的邻居,广告公司老板施梦说,平时只听到建筑,里有叮叮咚咚的声音,还以为是房东在装修,那月二十一,张世财和母亲通了电话,母亲说,快过年了,快回来,张世财只说了一句, 两天就回来,母亲听到张世财身边有男男女女的声音,但并不知道她已经深陷传销,临近春节,传销组织催促张世财,向心有要钱,购买传销商品,力度和频次也开始增大,张世财逃离传销组织的想法愈加强烈, 2月10月凌晨,张世财与监工王冠平,同去卫生间上厕所,张世财向警报供述,在卫生间内,王冠平再次要求张世财参与传销,并对她进行了言语侮辱和威胁,张世财提出给王冠平一万元,让王冠平放她走,王冠平不同意, 事后,张世财向警报供述,在定职过程中王冠平先动手,掐住她的脖子,她开始反击,从自己所穿的蓝色,外衣的帽沿处,扯下一根蓝色袋子,用袋子勒住王冠平的颈部,要力拉扯缠上,在王冠平颈部袋子的两端,张世财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陈述,后来张世财将王冠平从正面孤岛在地,王冠平不放手, 仍掐住她脖子,张世财主动提到,你放手我也放手,王冠平仍不同意,掐脖子的行为仍然继续,张世财供称,王冠平在地上挣扎,将十十来分钟后,掐住她脖子的手放开了,躺在地上一动不动,我就觉得她可能已经死了,张世财这才将缠上在王冠平颈部的袋子打结,将衣物塞进她的口中后离开卫生间, 头脑一片恐袋,8月10日,张世财供述,王冠平当场死亡,事件报告着,死因是乐警至极限性至极死亡,而张世财事后的伤情鉴定显示,其右颈部皮肤发红,面积为2.0厘米1.5厘米。 离开卫生间后,张世财给自己的父权发了一条短信,说自己不会回家过年,杀了一个人,2月10日凌晨3点多,张世财下了一个滴滴订单,司机感到十两次拨打张世财的电话都被挂断,司机以为是恶作剧离开了。 随后,张世财通过短信联系滴滴司机,请求报警,滴滴司机把张世财的位置定位,和描述房子外墙,有一个楚雄飞骂的广告牌子,告知了警方。 在街道报警后,该市小区民警赶到,抓获传销团伙食人,查获被害人6人,侮辱传销组织的年轻人张世财,的家乡在清河村,隶属于南省宝山市昌明县大铁霸镇。 张家的房屋是典型的农村民居,白色外墙,房子的边缘处,覆盖着绿色的琉璃爪,这是2011年前后,张家父母为了张世财讨媳妇,拿出毕生积蓄新盖的房子,借账借了两个信用,设,欠的账到现在都没有还完。 张家全家只有一亩一二分的田,田里的产出甚至不够这个四口之家糊口,山地里还有两棵茶树,每年也只能带来三四千块钱的收入。 张父说,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只能靠外出务工,张世财出生于1990年,家里经济条件不好,他读完小学便离开学校回家帮忙盖农国。 最初,他的主要任务是放猪,在张世财长到16岁,张父开始带着他外出打工,在建筑工地上盖房子,张世财的表兄弟说,为了咱先讨媳妇,张世财把燕借了。 他也不打了,但今年28岁的张世财对象仁无着落,在当地农村已经属于大龄青年,后来,张世财认识了家在宝山生在楚雄的一个女孩子。 那女孩说自己生病了,让他去楚雄看他,张母说,在去楚雄前,张世财刚从江苏返回家乡,在那边没赚到钱,打算在昆宁干一段时间,赚点钱回来过年。 龙历腊月初四这天,张世财在网上买了从昆宁到楚雄的车票,十点四十的车,去了就没再回来。 张父母再次听到儿子的消息,是在二月十日这天,当时,张世财已经将王冠平为死,他给他爸爸短信,说了这个事。 张父母一开始不相信,到派出所查,确定此事已临近二零一八年的春节,张家人过了一个没有年为的年,随后,张世财的父母辗转买到乐趣楚雄的车票,在看守所里看到了张世财,见到他就是哭,说自己被骗了,一直哭。 二十分钟的会见礼,除却大部分哭的时间,张世财没有忘记告诉父母打工,被拖进工前的数目,这个老板多少那个老板多少,说得清楚,张母事后懊悔,那次会念,他没问儿子,事发当案发生了什么? 被雷死的监工从案发帝云南楚雄,到王冠平的老家湖北黄峰市西水泄浦树村,最快的路程也要耗数约十个小时,在王冠平家中,现在只有六十岁的老父亲,王冥邦,和一个精神残疾的母亲,父亲王冥邦说,因为智商不正常,二十多年来妻子对家中发生的一切都懵懵懂懂不太了解。 王冠平还有一个妹妹,早些年外出务工时被骗,进了比自家还要求的贵州大山,再生了三个孩子后,父亲王冥邦只好认下了这门亲事,王冠平十六岁时便初中辍学开始外出务工,打工的第一家是武汉,在工地上做水电工,他每年的大多数时间都漂在外地,湖北,山东,广东,一直到最近这次去了云南, 在唐兄王同胜眼中,王冠平沉默寡言,他不是那种对金钱欲望很强烈的人,虽然穷,但并不会有不切实际的想法。 他记得,唐弟曾对他说过,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,他们都不是赚大钱的料,更不可能一夜报复。 王同胜回忆,为了掌握更多谋生本领,王冠平还特意去山东某挖绝机学校学了三个月,他是有挖绝机症的。 在他的印象中,这个弟弟老是,性格温和怕事。 2009年,王冠平沉深圳打工,与服装场认识的女孩结婚。 父亲王明芳觉得日子也好了起来,两个人总往家里寄钱,又十几千有十万吧,这些钱王明芳不舍得花。 他一边偿还儿子结婚实践下的债务,一边把便宜带时毛的家电,家具买回家,唯一让王明芳遗憾的是,儿媳妇的肚子一直没动静。 王明芳也是后来才知道,因为没先硬是儿媳妇的病,直到结婚七年,小夫妻才有了孕育下一代生命的能力。 2016年5月,王冠平的妻子怀孕,但王冠平还是离开家人前往云南打工,王同胜回忆,那次来出云南,家人与他的联系,便开始不顺畅起来。 当年10月,索性直接失联,他当天的想跟她说都联系不上。 在孩子满月后,王冠平的妻子忍受,不乐日复一日的等待,回到了位于湖北齐春县的娘家,再没回来,19个月的失联,王冠平的家人并不了解,他如何进到传销组织。 甚至,在警方来电话之前,他们并不知道,王冠平在外边做什么。 2018年2月10日,王冠平被楚雄警方告知,儿子王冠平被人类死在当地,王冠平如何进入传销组织的细节,楚雄司法机关并未披露。 王冠平在见到儿子时,他一躺在了楚雄当地殡仪馆的兵柜里,动成了一个兵妥妥。 今年3月8日,王冠平的骨灰被父亲王冠平从楚雄带回,骨灰没在家中过夜,居家两宫以外的商场,成为王冠平最终的容身之所。 按照当地风俗,不到60岁死去的人,没资格放进祖坟。 王冠光猜测,自己的儿子在2016年5月那次离家之后,应该就已经被传销组织控制,不然他不会再明知媳妇快要生孩子的情况。 小孩不与家里联系,我们联系不上他,他也没联系过我们。 王同胜说,他听别人说,传销都是骗熟人,但至少在王冠平这里,没有一个亲朋好友被他骗到云南做传销。 对于媒体报道中,王冠平此称王老板,是首先动售赞人,的传销组织监工。 王同胜说,我搞不清楚这些说法的真假,但敢肯定他也是一个传销组织的受害者,说他首先挑事儿大别人我不信,他都死了,做过什么还不是活人想说啥说啥。 王冠方说,我们不要钱,就想让杀他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。 8月10日楚雄州终极法院开庭审理,类死传销看守爱。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张世才行为,构成故意杀人罪,辩护律师则认为,张世才是在遭受不法侵害的过程中进行正当防卫,导致一人死亡属于防卫过当。 9月6日,云南省检察院发布消息称,以指派庄人赴楚雄州指导办案,对被告人时负存在防卫刑结等问题进行调查,目前尚未公布调查结论,而该细案件中的传销头目离闯,从办刘桂林,8月17日被楚雄使,人民法院以非法制禁罪,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, 新京报记者对瑞超时牺牲林祥宇。